大家好,我是愛玩3C的大迷 使用新推出的Google Pixel Watch 約兩個禮拜 跟使用了一年多的Galaxy Watch 4比較 確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這個影片收集了13個Pixel Watch 比Galaxy Watch缺少的功能 跟4個Pixel Watch我喜歡的功能 給有興趣這兩隻手錶的人參考 先來看功能不足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沒有水中的鎖定模式 我洗澡淋浴時不會特別把手錶拿下來 所以很常使用這個功能 Pixel Watch這邊唯一類似的就是鎖定表面的功能 但是解除的時候並沒有任何排水的設計 反觀Galaxy Watch這邊 反觀Galaxy Watch這邊 會有音樂可以將喇叭孔的水排出 第二個就是缺乏客製化的實體按鍵 比方自定義返回鍵 這個在一些瀏覽相關的程式是有用的 可以方便的返回上一頁 第三個是很奇怪的 沒有手錶上的相簿程式 一般看到需要放在手錶上的資訊 我會快速的擷取圖像 順便快速做一下標記 然後分享到Galaxy Watch手錶 來上傳到手錶端 可以很方便的查看確定要購買的東西外觀 第四個是手錶上不能立即設定來封鎖程式的通知 在Galaxy Watch上收到了有些程式通知 但不希望在手錶上繼續傳送通知 可以有選項直接封鎖通知 但是Pixel Watch這邊卻沒有相對應的設定 要回到手機端才能設定 有點麻煩 第五個是Galaxy Watch手錶回覆訊息 可以選擇手寫 或者快速的利用預設的罐頭訊息回覆 但是Pixel Watch這邊卻沒有相關的回覆方式 第六個是Pixel Watch 第六個是Pixel Watch 只能按照內鍵的排列順序顯示 只能按照內鍵的排列順序顯示 這時如果再刷牙 可以瘋狂地搖手來解除 但是Pixel Watch這邊 就一定要使用另一隻手操作解除 缺乏便利性 第七個應用程式的位置排列無法自定義 Pixel Watch只能按照內鍵的排列順序顯示 Galaxy Watch就可以很方便的 根據自己常用的應用程式來排列 第八個是手錶充電的時候沒有狀態顯示 Pixel Watch在充電的時候沒有顯示資訊的 要觸屏才能顯示充電狀態 而Galaxy Watch可以顯示狀態 並且預估還有幾分鐘可以充飽點的資訊 充電的時候很實用 第九個就是物干擾跟睡眠的模式 在手機跟手錶沒有連動 Galaxy Watch這邊 只要在手錶上啟動物干擾或者是睡眠 同時間手機端也會開啟相對應的模式 使用上很直觀 但是Pixel Watch這邊卻只是啟動手錶上的設定 手機上還要另外啟動 第四個是通用的錶帶無法使用 這個我有點在意 因為不能使用便宜的錶帶 第三方的錶帶有些很便宜 品質也不錯 第十一個是Pixel Watch的APP沒有耗電分析 看一下Galaxy Watch手機程式 在電池裡面可以顯示 手錶上各種程式耗電的狀況 而且還有手錶電力已使用多久 跟預估還能使用多久的資訊 Pixel Watch APP卻沒有 電量較小 耗電的管理更顯得重要呀 第十二個是沒有遠端連線 Galaxy Watch在遠端連線的設定裡面 可以開啟通話跟簡訊的連線 設定完了 就算手機不在身邊 也可以利用Wi-Fi連線 來接聽電話跟簡訊 這個在Pixel Watch上面也沒有看到 最後一個是聲音跟振動模式沒辦法自訂 Galaxy Watch在手錶端的APP裡面 可以自定義喜歡的振動模式 以及響聲也可以自己選擇 當然Pixel Watch也有不錯的功能 第一個是我很喜歡它的訊息瀏覽方式 從上往下排列訊息 需要看內容的項目 再點擊就會展開 不需要返回 繼續往下滾動就可以看到下一則訊息 有一種一氣呵成看完所有訊息的順暢感 第二個我很喜歡的就是這個控制錶冠 滑動的時候會有輕微的震動感回饋 尤其在觀看像這種長夜式的資訊很方便 瀏覽的時候不會擋到手錶表面 第三個是心率的測量比較準確 看過好幾個國外YouTube測量結果發現Pixel Watch的Fitbit心率測量結果比Galaxy Watch的準確 我也常常有配戴Galaxy Watch運動的時候 心率測量不到的狀況 就算不付費的Fitbit的測量 感覺都比Samsung Health的資訊豐富 第四個是Pixel Watch通知設定的功能 可以針對手錶上的通知跟手機上的通知分開設定 這樣的好處是如果你在手錶上有安裝獨立的程式 像我有在手錶上安裝這個Facebook Lite 手錶上收到提醒就可以直接開啟手錶上的Facebook Lite的程式 而不是還要回到手機上觀看 我在Galaxy Watch上測試過是不行的 如果你對這兩隻手錶有興趣 想進一步了解 可以參考一下喔 頻道也會繼續分享 智慧手錶的使用心得跟相關資訊 歡迎訂閱i1 3C頻道 謝謝 謝謝